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想到这个网络 平台出乎意料的 受年轻一族的青睐及关注 男最灵爱 我家妻子 信奉观世音菩萨 常去寺庙礼拜 供养佛菩萨 我是搞科学的 看到她这样旧造口也 骂她迷信封建 我现在才知道 真的有天界和地狱的存在 我有了钱财名利后 在外面认识年轻的女孩 妻子是个老实念佛人 知道我出轨伤心哭泣 是我太多情 我的错 我喜心厌旧 男最灵爱 后来报应再生 被查出晚期癌症 与此同时我的公司 被司法部起诉 我蓄意逃睡 我精神大受打击 拒绝医院 药物治疗 在家里饱受癌症的苦痛死去 死后灵体 就堕入这个地狱 在这里 黑银鬼拆拿了 被火烤过的煎物 挖我心肺 疼得我大喊大哭 我错了 阎王爷 我忏悔 阎王爷 这是惩戒你 眉心眉肺 眷恋外面的美色 伤害家中妻子感情 这个地狱惩戒完后 还要转头电眼地狱 惩戒你大量 浏览情色讯息与影片 你妻子在你年轻之时 陪伴在旁没有嫌弃 你有钱有名后 反倒嫌他庸俗 如此无情无义 真的不配为人妇 男罪灵弊 我是一个药剂师 来自辟县 马来西亚 我在工作的诊所 私自转售没有经过 国家卫生局鉴定的药物 我不知道这样是会下地狱的 因为我售卖出去的药物 并没有导致令人死亡的案例 我每天被鬼拆敲胸口 很痛很痛 阎王爷 你明知不合法 还是一样转售 在天地看来 已经是违背良心 如果说没有罪 为何你不把这些药物 拿给自己的亲人服用而是转售猛利 在本王面前 休要撒谎 女罪灵C 我来自J区 香港 我自小家境不好 中学常逃课 和男孩子 去POP 有一次 被别人下药 在酒杯里 两个男友人 趁我昏迷不醒人事时 欺负我 醒来后 很难过 我家里父母 常为钱财吵架 让我性格 变得一路叛逆 我讨厌这个家 长大后 我离开父母 出去打工 很少回家 我常常换男朋友 只要对方 无法满足我的虚荣心 和名牌物质供养 我就抛弃他 我知道 我伤害了不少人 有些是真心付出 和我交往的 我知道 后来 因为对生活不满意 我患上忧郁症 有一天 忧郁症发作 从住家楼上跳楼自杀 死后就进入这个地狱 被活活剖开心肺 鬼差天天拿铁锤 敲打我心脏 好痛苦 什么时候 可以出去这个地狱 很痛 这里很黑暗 很恐怖 冷冰冰的山洞 阎王爷 这是承见你任性 不孝父母 违背道德良心 不珍惜自己的身体 胡乱荒唐 你可知你在阳世 结下如此多的冤结恶缘 他日就算有幸投生人道 也是不得好人缘 感情债务是最难还清 你还要地狱 惩戒一年方可出狱 女最灵地 我的名字叫Catherine L 来自法国南部 我羡慕大城市生活 长大后来到法国 北部中心发展 在一间服装公司 成为销售员 一个缘分认识了他 Jordan 我非常喜欢他 可惜Jordan有一个不好的地方 就是吸毒 我劝过他戒毒 可是他说没办法 女最灵地 后来Jordan因为吸毒 后酒吧常常迟到 被公司开除 他失业后 开始伸手向我拿钱 我只是一个销售员 根本没钱给他买毒品 一天我回家 找不到Jordan 他失踪了 隔一个月后 信用卡公司寄账单给我 Jordan倒用我的信用卡 和身份证去借钱了 来了几个自称有黑社会背景的人说 如果我不还钱 会让我生命面临危险 几次恐吓我 已经精神崩溃 再后来 我被逼签下一份同意书 我被他们安排去旅游景点 暗中卖淫当作还债 女最灵地 所谓的债务还清后 我终于离开这个卖淫集团 同时我也见到Jordan 这个可恶的男人 竟然是卖淫集团的成员 设计我进来卖淫 受过情伤 心灰意冷的我对爱情失去憧憬 我一样 在服装公司工作 我变得现实势力 只要有钱的男人 约会我 我就答应 不久认识 一个富家子 原本以为会长久 哪知道也是一样 只是玩弄我感情 罢了 女最灵地 我对这个世界失去信心 来到美丽的塞纳河 我跳下去 结束生命 死后 灵魂飘飘荡荡 到达一间古老的建筑群 来到主殿 一个牧师打扮的老者 阎王爷 让旁边的使者 鬼拆 开头射仪 照射我灵魂 生前所作所为 全部播放出来 过后 我被宣判罪名 使者把我带到这个山洞 就离开了 这里每一天 都有狠凶的黑鬼 拿大铁锤 敲我心肺 为何 为什么要惩戒我 阎王爷告诉弟子 有些地府的阎王爷 管人道德 因为法务繁忙 没有告知罪灵的罪孽 就直接审判 然后让鬼拆 把罪灵 带到地狱惩戒 所以一些罪灵 直到投胎那一刻都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会来到地狱 真的可怜 又可悲 阎王爷 你停止卖淫后 为什么要贪那钱财名贵之物 违背道德 和赴门豪子淫乱 你又知不知道 你的任性行为 已经伤害到别人的太太 如果你有良心 为什么不想想有一日 你也会为人妻 为人母 你难道希望丈夫 在你容颜衰老时 嫌弃你然后出轨的事情 发生在自己身上吗 你说别人伤害你 你也一样 再伤害别人的家庭 地狱承戒两年 再转头奋持地狱 男最灵异 我来自越南 在南中部长大 我小时候就觉得 自己是一个女孩子 对于自己 是男孩子的身份 感到特别尴尬 长大后 来到东南部的城市 在一间咖啡厅工作 我努力打工存钱 打算飞去外国 进行变性手术 可是城市生活费很高 我存的钱 不足以负担整个 变性手术的费用 男最灵异 为了自己的梦想 我在网络社交群求助 网友叫我 卖银存钱比较快 他也是靠这个存钱 然后变性成功 我听取网友的建议 去到XX红灯区卖银存钱 然后飞外国 进行变性手术 可惜 第一次手术 不是很理想 后来我回医院 再进行第二次手术 男最灵异 我成为女孩后 很开心 和其他女孩 成为好朋友 买衣 大班逛街 可是我一直 没办法找到男朋友 我内心空虚寂寞 就在夜晚去酒吧喝酒 和不同男子淫乱 38岁 生患乳癌 病变原因是我的龙胸手术 做的不是太理想 里面结农腐烂 我拒绝手术 我希望死后 保留女性特征离开 死掉过后 被带到越南的 阎望殿审判 阎望告诉我地府 不允许淫乱 地府根据我脉淫乱 变性淫乱扣除 我所有阳兽 夜里再派小鬼 得令附在我的胸部狂踢 我的龙胸手术部位 导致里面病变腐烂 鬼差把我转到 这个地狱里面 天天用铁锤 敲我胸口 我下一世 投胎要变成女孩 这样我就不用犯 邪淫和卖淫了 罪灵一说到这里 嚎啕哀哭 阎望也 在你变性后 越南地府扣除你阳兽 再在生死步上 更改为女 可为何你改为女生后 还要继续放纵自己淫乱 难道变为女子 就可以放肆淫乱吗 如此不爱惜自己 身体任人糟蹋 可对得起生养的父母 地狱成戒 三年方可出日 红子 你请回吧 请代本王把这个卷轴 交给官帝圣君 感恩师父 感恩观世音菩萨 弟子 马来西亚280419 答 在人间 做任何事情 都会被记录 有一个仪器 在你脑子里遗照 你脑子里 过去所有的景象 全部都出来了 在不久的将来 科技就会发明 这样的仪器 现在阳间的很多仪器 在地府早就有了 像scanner扫描仪 一样 在你头脑里扫一扫 把你脑子里 弃存的东西 都照出来 因为人弃存的物体 直接进入意识中 就算自己想忘记 也忘记不了 在里面 已经储存着了 一个男人 一个女人 像畜生一样 整天贪这种欲望 真的很可怜 就像动物一样 一只母狗 贪一只公狗 一只公狗 喜欢一只母狗 真的很肮脏 你们真的要当心 很多人死后下去 很痛苦 很多人还没死 生病了 天天在床上哭啊叫啊 已经很痛苦了 就和死掉一样 已经受到惩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